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良好的心态是拥有超越境界来对己和可得的东西进行决断的情怀和智慧 舍得 不舍不得 小舍小得 大舍大得 今天益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益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以你们而精彩 古语云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 世间万物皆在舍与得之间 舍是一种选择 是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智慧 正所谓人生需要舍得 舍得丰富人生 什么是舍 舍既是舍去 是放下 是学会放手 很多时候 一些事物如同沙子一般 越是紧紧抓在手中 反而会流逝的更多 生活中一些人 一些事 若是将其看得无比重要 越是不想放手 反而失去的更快 胡适在梦语诗中说 罪过才之久浓 爱过才之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不要把深情都倾注在跟你无缘的人身上 你越是深情 越是被辜负 不如潇洒地舍弃 说不定 转角就能遇到真正属于你的那个人 看过一个女孩的深夜倾诉 她读高中时 喜欢上班里那个打篮球特别帅气的男孩 不仅偷偷给男孩准备课堂笔记 还经常给男孩的课桌里放矿泉水 一向成绩很好的女孩 高考志愿跟男孩填报了同一所院校 然而如愿以偿进入大学后 男孩很快就谈起了恋爱 对别人只说女孩是她的同学 女孩以为只要自己够执着 男孩一定会被感动 可是直到大学毕业 男孩换了好几个女朋友 也从来没有对女孩说过一句喜欢 大学毕业后 男孩去了上海的一家金融公司 女孩默默在男孩的公司旁找了一份设计工作 她说要为自己再争取一次 虽然女孩隔三差五约男孩吃顿饭 男孩也会绅士地送女孩回家 但是男孩始终是淡然的态度 工作三年后的女孩终于挥了心 曾有人说 任何关系走到最后 不过相识一场 有心者有所累 无心者无所谓 情出自愿 事过无悔 不负欲减 不谈亏欠 那些命中与我们无缘的人 还是尽快地舍弃吧 不在一棵树旁打转 你才能在一片大森林中 找到属于你的那棵大树 孙子言 欲将取之 必先与之 想要得到 必先舍得 在一个村庄 每当柿子成熟之际 农民丰收时都不会将柿子全部摘光 会留一些柿子在树上 一来为过往路人解渴 二来为鸟儿准备食物 过往的路人停歇下来 会留宿或是吃饭 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鸟儿会飞来将虫子吃掉 以帮助柿子成长得更好 舍看似是舍去 实则是一种无形的收获 生活中也同样如此 舍得微笑 无形之中收获力量 舍得锻炼 长期坚持收获健康 舍得让步 收获理解和尊重 人世间正是因为有舍 才能发现诸多美好 金钱虽然难舍 但在健康面前不值一提 名利虽然难舍 但在幸福面前如同泡沫 金钱名利皆如过往云烟 只有舍弃内心的追逐与固执 才能看见明媚的蓝天 什么是德 德既是收获 是得到 是拥有 德是付出的结果 舍得的收获 是因果的轮回 想要得到丰硕的果实 要先勤奋地耕耘 想要得到别人的帮助 要先学会付出 想要得到人们的尊重 要先学会尊重他人 星云大师曾言 凡是大善之人都能舍 凡是大智之人都敢舍 得的前提是有舍 可是很多时候 人们往往只在乎最终得到 却忽略了舍才是最重要的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两人共同寻求宝藏 到了寻宝之地 却发现此地寸草不生 更别谈能找到宝藏 无奈准备离开时 空中传了一位老者的声音 询问两人的愿望 说会帮助他们实现 其中一位男子激动地说道 工作太累了 我想下辈子一时无忧 天天有人给我钱财和食物 另一位男子思考片刻说道 我能走到今天 多亏善人的帮助 我希望下辈子 也可以尽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大家 两人的愿望皆实现了 前者成为了乞丐 每天都有人施舍他钱和食物 后者成为了大富翁 用自己的能力 帮助到了很多人 故事在意料之外 又在想象之中 不曾舍又怎能得 不曾付出又怎能得到收获 人越年长 越喜欢背负着重重的无用包袱 但即使沉重 人们还是不愿意扔掉它 殊不知 不舍得丢掉无用的东西 只会让自己的人生 增添更多麻烦和烦恼 有一户人家的儿子 最近生意不是很顺利 于是他总在为此事发愁 每一天他都想啊想 时常皱紧眉头 自言自语 有一天父亲看到他双手 各拿着一个花瓶 又在发愁 便对他说 放下 儿子一听 把左手拿着的花瓶 放在桌上 然而父亲还是说 放下 儿子只好又把右手的花瓶 也放在桌面上 但是父亲还是对他说 放下 儿子问 能放下的都放下了 我现在两手空空 你还想让我放下什么呢 父亲回答 花瓶是否放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想让你放下烦乱的心 是啊 人千万不要把任何东西 看得太重 放下该放下的 清除该清除的 才能让自己的内心清一些 有一首诗是这么写的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人这辈子 是选择的一生 也是放弃的一生 或许想要的东西有很多 但有些东西能够得到 有些东西必须舍弃 如果想要得到太多 而不舍得割舍 不舍得放手 那么心就会负累越多 生活就越会凌乱 唯有定时清理人生的行囊 看看什么该扔 什么该留 什么该天 才能规划好自己的人生 曾国藩说过 既往不练 未来不赢 当下不砸 让一切回归简单 心才会变得简单 永远要记住 你简单了 生活才会对你简单 卧虎藏龙中讲 当你握紧双手 里面什么也没有 当你打开双手 世界就在你手中 生命的旅途 其实好比一条小船 若承载太多 就会导致船只 无法承受过大的重量而受损 从而影响航行 想要扬帆起航 就必须学会 定期卸下一定的重量 如此才能轻载前行 舍既是得 得既是舍 大舍大得 小舍小得 舍得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更是我们每一个人 一生最高级的修行 懂得事实调整自己的心 舍掉无用的东西 放弃过多的欲望 才能真正享受美好的人生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